來,例題2,我們馬上練習一下 從這個標準分解式,我們來求它的最大供應數 第一個是2乘以3的2次方乘以5 還有另外一個數字是2的2次方乘以3的3次方乘以7 我刻意的把一樣的把它排在一起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可以看出來 這個一樣的部分就是2還有3 其他5跟7都是不一樣的 剛才我們說過,如果是指數型的話 你要求最大供應數,你要找次方比較小的 要找次方比較小的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你看 一樣的部分就是2跟3 5跟7都一定不是最大供應數 因為它是你要有,我也要有嘛 所以我們只能從一樣的部分 就是2你要找次方小的 找幾次方呢?最小的就是一次方 3有2次方有3次方 當然就是找2次方 那5跟7有人有有人沒有 那一定沒有辦法有共同的部分 沒有辦法取得共識這個意思 所以呢,我們知道最大供應數就是 2乘以3的2次方 2乘以3的2次方 也就是說呢,一樣的找次方小的 一樣的找次方小的 好,我們再來看右邊的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是三個數字 三個數字你怎麼辦呢? 2的3次方乘以5,84跟100 你當然可以說 你當然說,老師我可不可以把它 這個把它乘起來 2的3次方乘以5 然後呢,我把它用這個 2的3次方是8 8、5、40 我用小學的方法 40、84跟100 用短除法來算 這樣子當然是可以的 你用短除法來算 當然是可以 這個地方呢,我們後面再來說明 那今天我們還可以有另外一個方向 另外一個思考的觀點是這樣子 首先呢,請看一下 我們有三個數字 第一個叫做2的3次方乘以5 第二個呢,叫做84 好了,那84 84到底是多少 能不能把它改成標準分解式呢? 我們把它除除看 用短除法 248、224 224、212 37、21 所以我們就知道這個84呢 就會等於2的2次方乘以3乘以7 好了,我們把它排好 寫好 2的2次方乘以3乘以7 那還有一個100 100 那我們也用短除法 5、20 5、4、20 還有224 所以我們知道100呢 就等於2的2次方乘以5的2次方 2的2次方乘以5的2次方 好了,我們現在找共同的部分 就是找一樣的 一樣的只有2 那你說這個3跟5呢 好,3 只有一個人有 只有一個有3 其他兩個沒有3 3不能找 3不能找 因為只有一個有 那你說5呢 可惜 中間那個沒有5 說5也不能找 7呢 只有一個人有7 也不能找 所以我們就知道他們共同的部分就是2 那剛才講過囉 我們要求最大公因數要找次方小的 2的3次方 2的2次方 2的2次方 所以他們的最大公因數就是2的2次方 答案就只有一個2的2次方 2的3次方乘以5跟84和100呢 他們的最大公因數就是2的2次方 那你可以把它寫成指數的形式 寫成指數的形式就是這樣 有三個數字2的3次方乘以5 84 84叫做2的2次方乘以3乘以7 100 100叫做2的2次方乘以5的2次方 他們三個求最大公因數 他們共同的部分呢 就是2 只有這個2的部分 2的部分呢 指數型的話 你要找次方比較小的 所以是2的2次方 你說老師我把這2的2次方算出來 可以嗎 可以2的2次方也是 這兩個答案都是可以的 但是有時候呢 次方很大的時候 你就不一定要把它算出來 而且 那算起來其實是 一個很大的工程 有時候寫2的2次方就可以了